又一个可以秒杀一切替身 并且可以反弹一切伤害 同时还能将任何人变成钢铁侠 它就是机动性为零的领域替身 超级飞人 老各位先看替身面板 破坏力E速度E射程5 10系列A精密主义成长性E 仰仰不良型面板 外形就是一个实体铁塔 能力方面 该替身可以将塔中的最后一个人彻底困起来 如果那个人想要强行走出铁塔 空中飞人便会将那个人变成钢铁 另外铁塔无法从内部破坏 对铁塔造成的任何伤害 都将在塔内循环一周后 重新在原本的攻击位置上反伤回去 也就是说该替身是无法主动对敌人发动攻击的 那么如果想要干掉对方 主要依靠四种方式 由于本体钢铁依丰大对铁塔的特性异常出息 所以它可以主动投掷物品 利用塔内反伤的特性对敌人发动攻击 如果碰到一些破坏力较强替身 本体完全可以故意激怒对方 诱导敌人主动攻击铁塔 然后被自己的攻击直接反思 三利用铁塔的高度 大部分人在发现对铁塔攻击无效后 第一反应都是直接攻击本体 而且由于钢铁依丰大 常年生活在铁塔上 所以即使铁塔的高处也能行动的非常迅速 但其他人明显就不行 在追击的过程中稍微脚下一滑 那摆不摆就是死 最后一种方法就是利用信息差 因为铁塔只会困住最后一个人 所以在敌人进来后钢铁一封大完全可以掀视好 然后主动引领他们走出铁塔 只要他先一步比别人走出铁塔 这时候他便可趁目标不注意 一把将其拉出 然后顺势让其变通钢铁 听上去很理想 不过这一切前提都是 对方要主动走进铁塔内才能实现 这个破塔还建在郊区 如果不是剧情的安排 我就问谁能先的没事 走进一个郊区的废弃铁塔里 是吧